辦公室內上一秒都還亡好如初 結果下一秒 整間店面天窑地洞 所有文件資料 甚至堆放在一旁的紙箱 文件櫃全部向中間走到青島 甚至桌子左右搖擺的聲響 也都可以聽得一清二楚 而這裡是位在花蓮玉里中山路二段上 就是倒塌的7-11對面的店家 地震這一瞬間真的嚇壞不少人 一剎那的時間就一起倒 我又衝出來 衝出來外面我就站不穩了 就一部車子剛好停紅綠燈 就一部車子在那邊 我看到是這樣子 倒下去就壓到那個車子 目擊房屋倒塌就短短的兩三秒時間 過去921時就在這上班的檳榔台 也坦言這次真的比較恐怖 比那個921還嚴重 想起來這樣子 因為它這個時間是一剎那嘛 對不對 921還有那個空間 還有震動還有這樣搖放 昨天那個是太大力了 連震都沒有辦法站穩 當然地震伴隨而來的 就會有不少傷患 花蓮玉里榮民醫院一共收治了25位病人 其中兩位比較嚴重有骨折狀況 但地震所帶來的除了身體的傷痛之外 心理的陰影也需要醫治 可以普遍看出都有相當的驚恐 一大難關 TVN新聞 綜合報導 想擴大國際視野掌握趨勢 請訂閱專門報導 國際新聞的YouTube頻道 TVBS國際Plus 記得要開啟小鈴鐺喔